哈喽,你们好,我是陈汉祖博士,来自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研究学者,日常最喜欢探讨一些信仰的话题。 比如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读经,怎么样才称得上信主得救,就让我们从信仰的最基本教导入手,和大家再次back to bible,对信仰有一个正确和清晰的观念。 基督徒为什么要祈祷呢?既然上帝是全职全能的,他一定知道我心里在想啥,何况他每天听那么多人祈祷,哪管得了那么多啊? 我不向他祷告,是减轻他的负担,你看我多地大着想啊。 其实基督徒为啥要祷告呢?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,是上帝的心意。 上帝告诉我们,要常常祷告,不可灰心。 上帝要我们常常祷告,不仅是要向他求东西,更重要的是,上帝要我们常常地和他多亲近,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 而且呢,基督徒只有透过祷告的时候呢,才能更加地明白上帝,明了他的心意。 可是有人说,祈祷的时候啊,一定要紧闭双眼,紧握双手,这样祷告才行的,要不然,祷告就不灵了。 其实,祷告最重要的是和上帝亲近,以啥形式或者姿势呢,都不重要的。 有些人喜欢闭上双眼祷告,因为闭起眼睛的时候呢,可以让你更加专心地祷告,不受周遭环境或者事物影响了你。 圣经说,要随时多方祷告,随时呢,就是说,当你忽然有所感动,你就应该去祷告。 但是有些时候不能闭上眼睛祷告的,比如说,驾驶的时候,你怎么可以同时闭上双眼祷告呢? 没可能的,假如你有所感动,想替家人祷告,你就得睁着眼睛,开着车祷告的。 又比如你去餐厅吃饭,周围有很多人,难道你突然跪下来祷告吗?不可能的。 所以呢,以什么形式或者姿势呢,不是最重要的。 最重要的呢,就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是诚心地祷告。 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呢,都会说一句,阿门。 阿门的意思呢,就是实在真实的意思,也就是我们对上帝说,是真实的,我们是这样祷告的。 因此那心,那诚实和那真实才是最重要的。 形式不重要,那地方应该重要了吧? 有一次啊,我肚子疼得要命,很想向上帝祷告让祂医治我,但又觉得上帝不喜欢不洁净的地方,所以不敢祷告。 不能祷告又不能出去,结果越来越痛,辛苦得不得了啊。 谁告诉你在厕所就不能祷告呢? 耶稣曾经这样说过,他说人吃下口的是到了肚子,最后呢,就到了毛刺。 其实呢,是不会误会人的。 那什么才会误会人呢? 他说,在人心里面想出来的东西,到了嘴里说了出来,那些事呢,有时候会误会人。 因为我们心里所想的是邪恶的,我们嘴里面说的是邪恶的话呢,反而会误会人。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问,要在什么地方祷告。 最重要的是,你要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呢,心里是否真的诚实的,是否清洁的,去向上帝祷告。 圣经说过,祈求就给你们,寻找就寻见。 我一年365天,都向上帝祈求,把Mary赐给我,好让我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。 可是到了第366日,他竟然和别的男孩子在一起。 上帝啊,一点都不信实的。 Mary啊。 我们不能有一种错觉,以为祷告是在吩咐上帝工作。 事实上,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没有被答应的。 但是,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,你们虽然不好,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。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,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? 耶稣也提醒我们,最重要的是要先求神的国,神的义, 那么上帝就会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加给我们。 最重要的是求上帝的旨意。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。 耶稣也提醒我们,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。 耶稣说,信得着,就必得着。 你要相信,上帝已经为你成就了。 你有这么大的信心,然后呢,上帝就为你成就。 这种信心是一定要有的,是一个很单纯相信上帝的信心。 其实,祷告,哪有那么多东西为自己祷告呢? 几分钟就已经说完了,真不明白那些人为啥可以祷告一个小时呢? 有那么多事要说吗?上帝也嫌他唠叨啊。 有些基督徒以为,祷告就光是为自己祷告。 其实祷告的内容可以很丰富的,不只是为自己祷告的。 你也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祷告的。 包括了赞美啊,感恩啊。 哎呀,赞美和感恩不都是一样的吗? 也是像上帝说好话而已吗? 有啥区别呢? 其实赞美和感恩呢,是有区别的。 赞美是赞美上帝本身。 而感恩呢,是像上帝感恩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,或者赐给我们的,比如说幸福的家庭啊,健康的身体啊,和一份很好的职业,这些是可以感恩的。 所以一个人越认识上帝呢,就越懂得赞美。 越能经历上帝的恩典呢,就越懂得感恩。 除了赞美感恩,我们还可以认罪悔改,也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自我反省。 还有呢,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,也可以为别人祷告。 等等,我干嘛要为别人祈祷呢? 他们自己为自己祈祷吧。 我要集中火力,为自己祈祷不是更好? 基督徒应该为别人祷告,因为这也是上帝的教导。 提摩太前书教导我们说,基督徒应该要为万人恳求。 这是上帝的心意。 他不单只要我们为自己祷告,还要懂得替别人去祷告。 除了为自己祷告和为别人祷告之外呢, 我们祷告的时候呢,还可以用经文来祷告的。 也就是说,你看了一段经文以后,就以那段经文来祷告。 比如说,有时候你看到圣经说,要爱人如己。 你就向上帝祷告,你说上帝啊,求你教导我要爱人如己,但是我没有这份爱心,求你赐给我这颗爱心,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,有爱人如己的心。 最后,就是要学会聆听。 祷告不仅是向上帝说话,我们更重要学习的一点,就是要听上帝跟我们说话。 圣经说,要常常喜乐,不住祷告,凡事谢恩。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,有很多的困难,痛苦,甚至有失望。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怎样把我们的问题交托给上帝。 当我们能够学懂将问题交托给上帝的时候, 我们就有平安,有喜乐。 祷告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气。 当我们学会祷告的时候,凡事交托的时候, 上帝所赐的平安就能够降临到我们身上。